最近中国女排正在漳州集训 接下来在7月20号将会赶往巴黎 迎接巴黎奥运会的到来 努力争夺奥运奖牌 随着这次奥运会逐渐临近 就在最近新华社采访了中国女排集训的队伍 尤其重点采访朱婷了解她最近备战的状态 然而从当天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 朱婷似乎并不是整个球队的核心 对此有些球迷难免担心 朱婷到底是不是被边缘化了 从新华社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 在当天中国女排集训结束之后 包括朱婷在内的所有集训队员 都站在一起集体喊口号 为巴黎奥运会冲刺加油打气 不过让很多球迷有些意外的是 作为中国女排绝对的进攻核心 朱婷却直接站在最后面 而且整个人显得不是特别热情亢奋 除此之外 在所有的队员一起喊口号的时候 朱婷很明显慢半拍 在其他女排的队员把手都举起来时候 朱婷才姗姗来迟 把她的手举到半空中 和其他的队员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些球迷看到朱婷 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 难免担心她会不会被中国女排边缘化了 不过在这次集训结束之后 朱婷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 回应了自己的具体状态问题 从中球迷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在被问到 接下来怎么样面对巴黎奥运会的时候 朱婷说自己正在努力调整状态 希望在巴黎奥运会到来的时候 自己的状态可以达到最佳 朱婷表示 通过最近这段时间之后 自己的身体状态不断变好 腰伤也没有太多的问题 对比之前世界女排联赛的状况要更好 另外一方面 谈到自己在整个球队的作用 朱婷谦虚表示 希望完成自己分内之事 配合完成队友和教练的要求 听到这一番话之后 相信很多球迷应该看清楚了 朱婷目前的心态 她就是不想邀功 不想抢功 她只是希望低调完成 自己国家队的使命 希望能够配合队伍 完成奥运会比赛的征战 毕竟当初朱婷时隔三年 回归中国女排之后 一些所谓的媒体人 一直在攻击和诋毁朱婷 说她想要回来抢功 想要回来摘果子 想要回来抢占更多的首发时间 然而事实上 朱婷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 她的内心只是希望能够为国争光 为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取得佳绩 至于自己到底是不是站在C位 到底是不是队长 对于朱婷来说 根本就不重要 所以希望各位球迷可以了解朱婷 她的内心 她不会和任何人追逐名利 她不会在意所谓的一姐名号 总而言之 外面所有的纷争和朱婷 都没有任何关系 她没有被边缘化 她只是变得更加低调 更加安静而已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中国女排 支持朱婷 快 球 冚